哈囉大家好,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頻道,很開心見到各位 身為遊戲人,要知遊戲室 惡靈古堡4重製版迎來了巨大的商業成功 在發售後第二個禮拜全平台變賣出超過400萬份 是整個系列有史以來銷量第二塊的作品 第一塊的是六代 雖然很多人都非常喜歡這部經典作品 也裝了許許多多的模組嘗試各種玩法 但它仍然伴隨一些批評 尤其是針對愛達的配音員 大量攻擊言論搞到配音員刪掉了IG的許多貼文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愛達的配音員真的表現不好嗎 在正式討論這個問題前 麻煩各位訂閱本頻道加打開小鈴鐺 以及幫我看廣告,非常感謝 根據國外新聞,在重製版上市前 有些網友對愛達的英文配音員頗有為恥 因為卡普空沒有請來二代重製版的喬琳、安德森 反而找來華裔加拿大女演員 莉莉高替愛達配音 她曾飾演惡靈古堡首部曲 《拉坤4》最後幾秒才出現的愛達 也參與一些影集與電影的演出 英文維基顯示 惡靈古堡4重製版是她第一款參與配音的遊戲 在此之前沒有任何替遊戲配音的經驗 即便莉莉高為愛達這個角色下了許多功夫與時間 也盡其所能的賣力演出 但網友們依然不領情 認為她的聲音過於沒有感情 太死板 很像磅獨 因此到她的IG瘋狂謾罵 搞到配音員不得不刪掉許多貼文 也關閉留言 個人IG呈現停擺狀態 沒有任何更新 事情越燒越大 李昂的英文配音員站出來替滴滴說話 說不要理網友們的負面言論 還說自己當初在二代重製版首度替李昂配音時 也有收到一些不同的看法 不管是誰來替人們心愛的角色配音 總有支持與反對的意見 國外有人整理了各代的配音員及其表現 針對哪一位配音員替哪一代的愛達配音都有詳細列出來 影片網址我會放在資訊欄 還有一位我很佩服的大神 他把丟板4代的聲音配到重製版裡 並幫愛達編寫幾句新台詞 我會放一部分片段給各位聽聽看 完整影片的網址我會放在資訊欄 封面的封面 封面的封面 封面 更好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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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e say you come with me and leave the girl behind she's lost no matter what walk away with me now and i'll make sure you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another mission again and maybe then i'll give you that lovely greeting you were looking for you think i'm going to give up that easy huh right how about we continue this discussion another time 莉莉高替世代重製版的艾達配音 我覺得沒有像部分網友說的那麼糟糕 不過跟其他替艾達配音的配音員比起來 確實能聽出明顯差異 我會覺得以前的配音員給人一種性感 撩人 勾魂的印象 世代重製版則是成熟 魂厚 不過真要從中挑出最喜歡的話 我還是比較傾向世代舊版 滿分100我給95分 世代重製版則給90分 兩人的表現都很棒 好比多粒多汁跟樂士都很好吃 都讓人想一吃再吃 但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我會優先購買多粒多汁 針對湧入配音員IG謾罵的部分 我認為任何人都可以上網留言 都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 但必須適可而止 千萬不要太超過 目前不清楚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 正在開發的分道洋標章節 最壞的可能當然是卡普空重新找配音員 但這肯定會讓DLC延期上市 我想不管是配音員還是卡普空 應該都沒料到事情竟然會變這樣 各位對整件事又有什麼看法呢 覺得哪一代的愛達聲音最好聽呢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你的看法